我請一下這個主委 站員好 主委好 主委 這個監察院的報告是昨天出來的嘛 上個禮拜就出來 上禮拜出來嘛 然後今天早上是媒體出來嘛 對 然後今天就要審退伍會 所有這個時間都配合得非常恰當 非常恰當 剛剛好 所以這個我也是很佩服 這個沒關係 另外一位請回座 沒關係謝謝你 主委 所有退降他們到大陸去是合法的嗎 合法的 他旋轉門條款已經通過了嗎 應該是不然他出不去 對不對 對 為什麼所有退降到大陸去做什麼 就是被摸頭 就是他們講話不 不恰當 就是他們一定會 會不利於我們國家 我覺得很奇怪 另外 多少人去這個大陸觀光啊 我們一年有幾萬幾十萬人 甚至幾百萬人去觀光 那些人都沒有問題 一個退降大陸那邊講了一兩句話都不行 我請問你啊 是 在國內 在中華民國國內 有多少人不承認中華民國的 有許多 有許多啊 他們犯的罪嗎 按照我們的這個法理來講 你在中華民國居住 你是中華民國的人 你不能不承認中華民國 他們根本就不承認中華民國啊 所以退降去那邊 當然他發表了不代表軍方 也不代表政府 他是個人的言論 但是我們是希望他們能夠稍微 稍微含蓄一點 這樣子是比較好一點 台灣現在主要就是意識形態 整個意識形態控制了台灣的思維 那個趙偉剛剛講的他講得很好 最大的阻礙就是這個 孔中聚中 我們要去面對他嘛 我們去大陸的人 可以做一個反統戰啊 把台灣的好跟他們宣揚啊 為什麼每一次去的人都說 哎呀他一定是被統戰 為什麼我們去的時候沒有一個 被認為是反統戰的呢 所以我認為這個 整個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另外啊 我想請問一下主委 你們在103年的時候啊 你們對於那個農民覺得這個活動啊 這個文教宣傳活動啊 稍微減了一點 那個是為了什麼 其實也是國家的預算比較 是因為預算的關係是嗎 還是因為農民他有的人數有那個 不是就是預算減 就是整個預算是嗎 那這個農民有沒有覺得很不好啊 抱怨的啊 當然有抱怨的 認為是說 因為有些活動就是要有預算來支撐嘛 但是他如果人數比較少的話 你應該可以維持相同的預算 還是一樣嘛 人數比較少 是比如說我們今天在這邊開會啊 我們來100個人 我們這個會場所要做的準備事項 跟來50個人 其實這些準備事項 你少的大概是便當錢會少 但其他的一樣也不會少 其他的還是一樣就是 對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整個都在刪減 所以說 其實是很吃力的狀態 另外我也很關切 我們在那個長期在大陸地區 救養的這些農民啊 我們每年都有去探視嘛 探訪嘛 然後每半年做一次這個手指紋的驗證 這個探訪跟手指紋驗證 他的 你怎麼樣去處理呢 我不曉得手指紋的驗證是什麼意思 我請問我們處長跟你說 好 謝謝 我要報告 我們手指紋啊 是每年上下半年去 這個手指紋的一個卡 給他去這個耐應 他們在到大陸常駐之前 先要到我們的榮家 先去申請 核准了以後 我們就會告訴他 每上下半年要帶一指紋 那我在我們每個榮家 他有一個服務窗口 都有留下他個人的基本的 手指紋的檔案 好 那他 我們寄給他以後 他就寄回來給我們 我們再經過復驗比對 那另外我們為了 怕他們有違證呢 我還送到法務部的調查局 他們再來給我們做指紋的赴驗 那這樣可以盡確的防止尾貌的行為 就是要確定他的身份就是了 就可以確定 那我們派人到大陸去訪事 就是要查驗他是否生存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如果身份去偽證的大概比較少 但是如果沒有回來做這個驗證的 沒有回來的 你們是就認定他已經是 就停止了 就停止了 就發 就要欺負 但是如果那個人還活著呢 我們會再跟他聯絡 因為他有歷史 就是確保說雖然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應該照顧他們 如果聯絡不到 我們還是人派去看 派派去 對阿對阿 好謝謝你喔 另外阿 這個在野黨曾經他提出一個 那個區委員曾經提出一個這個 那個病床的問題阿 我認為 我當初認為那個意見很好 所以我也有 有贊成他們那個意見阿 也就是說你有空床率的話 你應該再跟各地縣政府聯繫 當然是以退伍的為優先阿 但是你明明有空床 為什麼不來照顧弱勢呢 對不對 我們社會上有很多需要的 需要有那些病床的人 他一般的醫院 一般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退休的阿 那些他進不去阿 但是如果 我們農民之家有一些病床的話 是不是應該也可以考慮跟縣地政府 各地的這個縣市政府阿 做一個配合 讓他們能夠有機會進來 你們現在做的情況到底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主動 由榮家的主任 親自去拜訪各縣市地方的首長 或者是他的社會處 我們會把我們的資源活化運用 來跟他們簽訂合作的條約 我們也現在訂定了新的 安養養護私自收費的標準 那也符合他們的支付的這個能力 目前我們現在跟台南市政府 就準備要洽商要收 我們要釋出12床的私自這個床位給他們 我們現在正在辦理這個潛艇資源的協定 那那個費用是誰出 是台南市政府來補助 但是你們就是給他空床就是了 那另外像我們屏東的仁愛堂 馬南榮家的聖學中心 我們總共釋出了300床 那現在收支的農民將近250個 那都是由地方政府補助 他們的第一中立書或身心障礙的這些津貼 來補助他們進入到我們榮家 來活化運用床位 共同協助地方政府 來照顧這些弱勢的百姓 因為那個地方縣市政府 他自己也有社會局 他自己有一些要照顧的 他不一定會進來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想法 這個人家所謂軍公教 軍公教嘛 如果你軍的那個退伍會 有這些病床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到公教人員啊 是不是可以考慮到軍警人員啊 警察 警察替代役啊 我們通通都有 這個你們也應該可以考慮到 已經是現在就在做 已經在做的事 第一優先是退伍軍人 第二軍公教 這也是什麼 這都是國家的資源 第三 你去跟縣市政府去聯繫 讓所有的這個病床 能夠充分的利用 照顧到所有的弱勢 這樣子都有在做的嗎 現在就在做 好 謝謝主委 謝謝委員 謝謝張委員 陳明文